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來都不背叛老婆的忠臣和清官 想知真假呢? 歡迎收看波Sir多野史 主持人波Sir Eric Sir 歡迎收看波Sir多野史 我是波Sir 我是Eric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全新的 我們之前從來沒有講過的主題 這個主題可以說是 流行文化裡面經常出現的東西 都很主流 都非常主流 相信不少歷史上年代的人 都經常出入這些地方 當然 你要有一定的消費能力 我相信他們頻繁出入那些地方 這些人也有機會是有錢人 達官貴人 文人 讀書人 不知道為什麼年代的讀書人很喜歡去那些地方 因為很有身份的象徵 為什麼讀書人會經常去那些地方 我們都會講一下 究竟主題是什麼 買關子 各位觀眾都猜到 我們今天是講什麼呢 講寄院 但是我們當作這個主題的時候 如果提醒我們一件事 他說不要再講唐西 因為大院講了很多 我們今天就不是講唐西的妓院 我們講什麼呢 講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妓院花街 那裡叫做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 我相信各位觀眾都有看大院遊樂 知道唐西當然是非常盛行 風月的陰事也相當多 但是如果以全中國歷史的角度來計 八大胡同 是正所謂華揚黑白一律都殺 一個非常不得了的地方 究竟他的出現 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為什麼會造就八大胡同這麼風光的風流陰事呢 為什麼文人默克總是喜歡逛妓院的呢 又為什麼當時八大胡同 竟然會成為了一個國際外交場合重要的地方呢 今集波Sir多謝 哇西飛來了 我們今天華揚黑白什麼都講一下 為什麼要引過這個話題呢 其實就是這樣的 講妓院我覺得可以歡快一點點 這是一個我的小觀察 這麼沉重呢 你有什麼觀察呢 這是一個小觀察來的 你要歡快一點 你灑時間人的情緒 沒有可能一下子那麼歡快 誒妓院啊 正啊 難道是不是很難的 我覺得很難的 因為小弟是一個很保守的人 你知道的 你很慢熱的人 不是保守的人 又很慢熱的 我不知道多保守 你會知道的 為什麼我這麼歡快呢 對於我來說是幻想的東西 不是這樣的 因為有一天很無聊 就是香港的電視劇 從來就不太迴避說性行業 沒錯 尤其是電影 電影很多 但近幾年來 少了很多 我想相對地 大台出過一部電視劇集 就叫做金蕭大廈 是 如果是有機會 在聖行業的描述 真的只有那套劇 就比較著墨 多一些 只不過是少少 沒錯 即是說夜總會 和一流一的情況 沒錯 因為通常你一想到聖行業 通常就想起掃王 你說掃王的話 那個主角當然是警察 大台拍這麼多電視劇 講警察 他們站的位置 相對比較偏風 我暫時想起 其實 什麼時候講到掃王群英 掃王群英 掃王先鋒 掃王先鋒 月數月王 沒錯 月數月王 程月鋒鎖線 那些 想不想去也是那些 但是 你說那部金蕭大廈已經比較破價 其實那個所謂的金蕭大廈 就是派向班 沒錯 是玩相機的林哥仔 很明顯是說陳同相機 沒錯 於是再往上推 就是 香港 性行業 雖然就是以這些大廈一流一拿來做主導的角色 曾經何時有忌遠 我覺得幾樣東西 都要分開來說 其實性文化我覺得真的不需要避忌 因為首先第一 它是一個社會裡面一定會產生的產物 可以說是有文明開初都已經有這類型的行業 只不過是那個包裝和模式是和大家現在經歷的未必一樣 同時間另一樣東西就是 黃色事業或者叫做聖行業 他們在歷史的發展其實都佔一個很重要的席位 尤其是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當中 突然很正經 中國傳統文化當中 中國傳統文化當中 有不少的風流運時 都被編成為一些民間的傳奇 或者是一些戲曲 在當中去向外宣揚 當然 都會牽涉到很多東西 聖行業家奇案 就會形成了一套東西叫做蘇三喜解 有不少的這類型的戲曲 譬如還有 杜十良 路神百寶箱 這類型的題材 其實第一 反映當時的社會民間風俗 第二就是 是期盼著一些 在現世當中未必可以獲得到的盼望 當然不是說去記者是一個未獲得的盼望 而是說 你是作為一個 在社會上最底層的妓女 你要怎樣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和解放自己的身份 其實中國傳統戲曲當中 有很多這類型的作品 剛剛Erik Sir說了一件事 也有《一由一》和《夜總會》 其實這類型的東西是不同時代的產物 我相信各位觀眾應該比我們更熟悉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就不仔細說 我們也要講一點背景 就是因為中國的性行業的歷史 就遠遠流長 可能 我不知道 這裡的觀眾一邊聽我們所謂的性行業 性文化 他們可能覺得我們沒有資格說 你們倆都沒有去過 我們怎麼不玩 不玩就不能說了嗎 有研究 你沒有踩過牆 你都在評論球怎麼踢 我不會踢球都可以講球 其實玩這件事來說 門檻是很低的 今時你作為一個完全沒有玩過的人 當然可以說兩句 關什麼事呢 我身邊的朋友玩 我身邊的朋友玩 我自己不是我身邊的朋友玩 比如說你的朋友就是你 你的朋友就是你 你的朋友就是你 就是這樣的 不要介意我們說得認真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滲透到我們很多的文學作品 沒錯 或者是歷史記載 或者是我們生活文化裡面 對不對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 可能心想也有點不服氣 心裡面還在想 照記就照記 那就是此言差異了 玩呢 就一定要玩得夠專 夠認真 夠仔細 各位看過《大丈夫》了 哈哈哈哈 怎樣啊 大丈夫了 我一玩到Pro 我知道 那時候一定很好玩 是 玩是 玩不是純粹釋放你的慾望 這麼簡單 其實為什麼要這麼講究呢 甚至乎裡面有很多禮儀 或者有些習慣在裡面 就是 你出來逛吃忌廉果盆之類 沒錯 就是那些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除了純粹是滿足肉體上的慾望之外 其實都要很講情趣 這個就是精神慾望 有一個人物很出名的 叫霍景良 他有一句說話很啟發動 我幾年以來有一個人物很出名 叫九叔 不是說九叔 是說霍景良 雖然他是講做生意 但玩和做生意一樣 都很講心情 和對手 哈哈哈哈 你那個環境 有些氣氛不好 沒有一些有趣的東西 讓你去令到你的勝趣增加 是 真的增加你的勝趣 是 無論是對手 還是環境 環境 很改變到氣氛 你又怎麼會享受你 沒錯 所以其實中國人在性愛方面的鑽研 性文化 性行業的發展 是真的 可以說相當豐富精彩 很豐富 而且在古代的中國 也沒有古代的日本 那麼遮遮掩掩掩 這方面 日本到後來都不遮掩 後來就不遮掩掩 如果要講時序的話 我們當然會很早 最不遮掩 要講這方面的祖師 是誰要講館仲 他是開的 他不是一般客戶的祖師 他是開一個產業 他是開一個行業 大家記住 他是老闆 他是令到這個行為 人類有性慾望 但是我們要透過消費 來滿足你的慾望 這件事 他是令到中國出現性行業 作為一個足智多謀的管仲 他應該是中國歷史上 第一個跟人說 你去到日本 人家有貼真髮枝 難道真的給我真髮枝 你是那個人 話說就是這樣的 《史記》裡面有一段 就說 那個矛盾的感覺 反差很大 不反差很大 剛才說完第二句 就是《史記》裡面有說過 《史記》裡面有說過 《史記》裡面有說過 我們這裡就說不可以說粗口而已 但我們可以說得再俗一點 他現在真的是奉子叫雞 是奉子叫人家叫雞 《史記》裡面是這樣說 他說《智女舉七百禎奇夜合之之以衝國用》 用什麼意思呢 開個紅燈區 找七百條女兒放在那裡 然後大家打開門做生意 接著國家就有錢收 說完了嗎 完 是不是 秋紅燈稅 短短一句說話 秋紅燈稅 短短一句說話 就已經解釋給大家聽 由本眾的年代 生產業對於國家有什麼作用 公元前大概五六八年 由那段時間開始到現在 我們中國叫雞的行業 或者消費行為 已經是有多久 二千五六百年了 沒錯 幾代 中國人是叫了二千六百年的雞 你想想今年是多少年 今年只不過是2021年 還有二十多年才能追到 日本有什麼光武紀念 說什麼溝腸 多厲害 走開啦 中國人玩這尾東西 玩得比大家早 沒錯 真是全世界 很難說的 埃及的神廟都是很興奮的 那個也是一樣的 美濕不特米亞那邊 那邊也 第二些東西 但你要將這件事 變成一種行業 一種消費的習慣 而且不再用神化無術去包裝它 而直接開宗名義 變成一個產業 我想觀眾真的是第一個 所以我們如果 有些觀眾 可能以前都讀過歷史 就知道有一個官僑 叫官僑 沒錯 那官僑是什麼呢 官僑是什麼 官僑就是官辦的姚子 姚子就是room 簡單來說就是官方經營的妓院 也就是說不單是合法抽稅 還像鹽鐵酒專賣的朋友 就連妓院都專賣 此之為官僑是也 所以大家不要有一個印象 就是覺得我們看中國文化 有些學生覺得很悶 其實裡面有很多風趣有什麼東西 有時候我們說得悶 我們要看到 我們一說中國文化 又仁義禮智 又四書五經 一來又上書紅範篇 一來又不知道哪本鬼佬東西 真是悶得抽筋 但如果你以後說奉子叫雞 你立刻引入《史記》 《史記》變成一個記載 就是在說二千六百年前 這個官僑已經搞了一個行業出來 奉子讓大家進去合法叫雞 二千五百年前的情況是這樣 但是距離我們大概三百 一百至三百年前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這個下一節回來 正式進入我們正式的主題 八大胡同與這個寬場文化 不是奉子叫雞嗎 奉子叫雞 奉得 因為都是那句 八大胡同乃是一個國際外交場合 那究竟為什麼紅燈區 會搞到 放上神台去到這個層級呢 下一節回來繼續跟大家 好 好 好 謝謝 多謝 好 好 谢谢观看